大家好,小依士 設計開箱日本限定的北臉指標直線的封衣外套 那這一件的話是2021年春夏最新的款式 是一件防風的薄外套 那它這個顏色蠻特別的就是在市面上蠻少看到這種水泥灰的配色的外套 那做的蠻好看的,它配色做的有點像做舊做舊的感覺 那其實是尼龍材質的,還不錯 好,那設計上的話,其實指標的單品是比較注重在版型上的剪裁 所以它設計會比較素一點 然後在印花上就是只有胸口這個大多啦 就是會有小小的LOGO標 然後大致上其他都是這樣這樣輸出的 好,那細節上的話這個扭扣這邊也是一樣有這個LENO SPACE的鋼印 好,那再來的話,口袋的部分 它這一件設計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它口袋是有分橫式的跟直式的 然後是蒐集在前面這邊 所以你這件外套的話一共會有四個口袋 就是各兩個 那個別的話展示給大家看 這邊上面,你可以放下去 然後這是扭扣的這個方式去做 呃...去做...是固定嗎? 開關,你們貨的部分就開關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那前面這個上...上側這個口袋就比較深一點,比較大 好 然後...裡面的話是有這個...網路的 去做加強 再來,側邊 側邊這邊的話也有一個口袋 那因為側邊的關係怕掉嘛 所以是用拉鍊的設計 然後...一樣也是算蠻...蠻大的空間 OK 好 看一下,這邊的...拉鍊是用YKK的 然後這邊的...口袋的扭扣是...也有...這個... LenovoSpace的鋼印 看一下 好 然後...再來的話帶到裡面 它這是一件比較薄的封衣外套 然後...呃...可能適合你...比較...像現在這是春夏...春夏船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 LenovoSpace指標的外套 在它的拉鍊大多都有設計這個...呃...他們的LOGO標 給大家看一下 嗯...看到嗎? 就是LenovoSpace的LOGO 好...那這一件的話是...單向拉鍊的 就是只能從...只有一個...只有一個拉鍊 然後板型上的話是做...呃...前短後長的 所以說你比較修...穿起來的話比較...流線感 前短後長 好...然後再來的話 手袖這邊...有做這個...牛扣的 你可以調節 然後它這邊有鬆緊帶的設計 一樣是為了那個...防風的機能去做設計的 好...手袖 然後底部的部分...也有這個做抽繩 那抽繩這邊是用金屬扣的 算還蠻有用心的 好...再來看到裡面 裡面的話就是...第一個會看到這個...大大的...紫色的LOGO標 然後裡面的話就比較...簡單一點 真的沒打開 OK 內部的部分 好...這顏色就真的蠻特別的 外面也很少看到這個配色 做得好看的 好...再來最後 這是帽子的部分 帽子這邊也是有做一點鬆緊的 然後...在帽顏這邊也是有特別的設計 所以...戴起來...穿起來的話也會有一點...可以防那些藕鎮魚 還不錯 OK...那這一件是這一季...春夏指標的封印外套 那如果有其他的需求或是疑問 都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記得...追蹤 掰掰